那個有關雲端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SS 所以如果你有SS的話 假設要在SS裡面執行Seql 執行Seql的話 基本上就是從那個 建立的查詢設計裡面 把它關掉之後 那這邊就會跳出 讓你可以輸入那個Seql的地方 你可以把Seql 輸入到這邊 等於是用那個 就是 Seql語言跟SS溝通 不過因為 SS本身有圖形化界面 所以大部分還是選擇用圖形化 不會沒事就用Seql 但是 因為很多人就依賴 就圖形化 但是用Seql就會出問題 我是建議 你還是 稍微要懂一下有關Seql的語法 因為他是資料庫裡面共通語言 因為很多地方是沒有圖形化 界面的 如果沒有那你怎麼辦 所以你如果有Seql 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當然主要 最重要 就是有幾個 比如說包含 如何新增 資料到資料庫裡面 另外還有查詢 如果沒有沒有SS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用那個另外一個方法 不就是用那個雲端的外掛 其實他也可以達到 類似的效果 那怎麼樣把這個外掛加進來 第一個當然你要 記得就是要登入Google帳號 然後 切到那個 也是一樣到我們雲端硬碟裡面 你可以找到那個問題 1的那個ACDB 按右鍵 取得更多連結 這邊的外掛 其實在 雲端硬碟上面還蠻多外掛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很多其實本來不能的 其實按右鍵就可以了 比如說像我給你們那個程式 像那個 給各位這個程式 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你這上面顏色這麼多 我說我加顏色上去 當然 如果一個個加 其實很花時間 但是如果貼上去是黑白的 你們看起來 那個看起來一定是 沒有這個彩色好看 所以呢 其實 怎麼做出來很簡單 外掛裡面不是有 他有個叫 CorePretty 我就把它按下去 他就幫我把這個程式 本來貼上去是黑白的 本來貼上黑白 那我就用CorePretty有沒有 他就可以馬上幫我 Format 所以其實在 雲端上面 還蠻多這種外掛 就是已經有寫好 而且是完全免費的 但是前提你要找得到 找得到你的 其實就可以從這邊取得外掛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當然 這個也是一個外掛 因為雲端現在越來越多這種外掛 可以很快解決你相關的問題 本來是不行的 這個第一個 所以請各位 自己再把這個外掛 給加上去 然後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剛剛講到有關查詢 第二個呢 來了解一下有關 這個什麼 新增資料 那新增的話呢 比如說我今天 就insert in two 然後 哪一個table 就是哪一個資料表 那當然我雲端上面 他不支援中文 所以我把它改成Q1 然後欄位的話 ABCD 特別是 他這個格式是一定的 就是你不能夠 自己去更改他 他一定是insert in two 哪個資料表 瓜糊裡面呢 就是放哪些欄位 那如果有五個欄位 你就insert AB 那如果說 在SS裡面 他有支援中文的話 那你就給他欄位名稱 後面呢 空一格 再加一個Values 好記得 這個Value加S 因為之前有同學常打Value 現在不行 為什麼少一個S 那再來的話呢 空一格之後呢 再一個瓜糊 一個蘿蔔一個坑 分別把資料放進去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些地方有單引號 有些地方沒有單引號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這個欄位裡面呢 他是 放文字的欄位 那你就前後要 給單引號 那如果他是放那個數字的話 就不需要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那假設 我要新增一筆 比如說我在這裡面 我把他 用slate所有from 這個Q1 這個資料表裡面 那最下面一筆是YY 如果我還要再新增一筆的話 那我就 這個啦 insert in two Q1 然後abcde value這些 比如說楊 楊某某 把這個部分 如果我還要再新增進去的話 那其實以前 你在ss你可能會 打開那個資料表 然後填完 對不對 可是現在你要練習一下 如果你是用sql來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該怎麼做 反正這語法固定 那執行的話 假設我填完對不對 Ctrl加Enter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已經幫我 新增一筆進去了 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有沒有 那個資料有沒有新增進來 其實你就再打一個什麼 slate slate所有的from什麼 from Q1就可以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再把它slate回來 一樣 按 ctrl enter 好各位可以看到 那最下面一筆有沒有 楊某某 出現了有沒有 OK 也就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新增一筆 那如果你要新增多筆的話 其實就是跑個回圈就好了 for i 等於第幾列到第幾列 先insert 有沒有 insert第一筆 insert第二筆 全部都insert過去了 所以其實後面 當然 我們先要了解 seql 後面再配合ado 再配合vba 就可以達到 兩邊可以互相溝通的那個目的了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如果說你今天 你要 還有什麼呢 後面還有 包含 我們剛剛主要slate 然後insert 那如果說你要什麼呢 update 比如說 升高 什麼 比如說 這個信領的全部升高 都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170的話 他原來升高多少 升高比如說 這邊有沒有信領的 沒有可以改成其他 那你會很快的整個 只要他找到 比如說 什麼什麼名稱 然後呢 改哪一個欄位 他就會自動幫你update 去修改裡面的資料 另外還有delete 那delete到底是一樣 也許 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要把 剛剛新增那一筆把它刪掉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delete 一樣 from 這個把它改成 Q1 OK 然後會有 姓名 等於什麼呢 剛剛是 楊的 不過這好幾個 他可能會刪好幾個 假設我要把 信楊的通通刪掉好了 OK 信楊的全部刪掉 所以你可以怎樣 control 其他有沒有 姓名這個要改 OK 這個要改 A 應該知道那個邏輯啦 反正這個都很固定的 control加enter 你只要沒有打錯 他理論上應該都會幫你做完 control enter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再把他slage回來 所以 我還是 因為其實可以自己打 只是 應該control c control v 好像快一點 所以 其實這樣的 有些範本 所以這樣 你可能需要一些 SQL的範本 也不用 死背 反正就照範本來 一個蘿布 改一下嘛 應該都看得懂 control enter 好 看一下 楊的 有沒有 全部刪光光 對不對 當然如果說你要 信楊的 而且他可能身高多少 你可以有好幾個條件 就會有 A 是like 楊叉叉 然後呢 and 可能是b 他是身高大於多少 反正你可以有好幾個條件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至少知道說 SQL 怎麼下 那接下來的話當然 我們就要回到 Excel裡面 Excel裡面的表單本來只有確定跟清楚 那我如果希望增加一個功能 是新增 那這個新增是新增什麼呢 就是 把那個我的Excel裡面的 最下面一筆好了 只要我只要新增 假設我填了一筆記錄 我希望把一筆 我們先試試看 一筆記錄呢 可以把它填到那個 我們的 SS裡面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新增一筆完成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新增全部 全部新增過去 那新增過去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呢 再來就是說呢 再 確定說 我有沒有把它新增過去 然後可以把舊資料刪掉 再從資料庫再把它撈回來 大概可以雙向溝通 就達到至少我們要的目的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了解一下 除了那個 就是slate之外 其他insert,into 跟update 還有delete 那其實seql 裡面最重要的 不外乎 大概就這四種 這四種大概 重要性大概佔八成 如果 這 這幾個基本的語法會用的話 至少你要 尤其是slate 查詢資料 其實就很簡單 好